GENERAL QUARTERS, GENERAL QUARTERS, ALL ANDS MAN YOUR BATTLE STATION HELLO,大家好,何大米講這些,今天進入戰爭狀態 今天恆生小數又跌成千點,上個星期又升了一千點 每次都千千升,真是千王對千王 現在不是開玩笑,因為剛剛起床才發現原來聯儲局一天都等不到 又要再減多一次利息 一個月之內連續兩支是突然間減利息 其實聯儲局每次意識,所謂有一個叫FOMG 公開市場委員會定期做的 應該是3月17、18日,即是待會那兩天就做了 兩天都等不及,月頭已經減了一次半年 大部分人都覺得很驚訝,為什麼半個月都等不到呢 今天更加驚訝,其實是非常驚訝 為什麼呢?因為星期二又開會了 星期二都等不到,今天就要在週末裏面 忽然間大家都上班 這更加奇怪 然後呢,就是議息 大家要知道聯儲局開會有個議程 有議程要通報了 各個聯儲局聯邦儲備局不同分區的行長去開會 今次不知道會不會是市場開會呢? 開會要有議程,不是亂開的 這個議程要大家想過之後才討論 然後在議息會議上去決定 所以這件事就難搞了 不知道為什麼3月初已經知道這麼多事情呢? 在3月初,美國總統還沒有對新冠肺炎疫症作出反應的時候 聯儲局已經通報了這些文件,然後決定減息一減減半利 似乎這件事跟新冠肺炎我覺得未必有直接關係 大家先記住這句話 現在聯儲局減息之後呢,市場反應非常大 當然不是因為你減息著數了 而是因為你減息之後,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減息 美國減息,英國減息,歐洲央行減息 這三個地方的貨幣就沒什麼改變 最嚴重的貨幣應該是澳紐 澳紐這兩個國家的貨幣是有跌的 而且跌得幾金下的 這兩個地方的經濟和擴產直接有關係 這個有些人說是跟油產的協議有關係 俄羅斯就不行了,等不到,我要錢了 什麼油都給你了,總之什麼價格都要賣賣,然後要現金很厲害 為什麼他這麼緊張呢?都是不知道的 第二項值得注意的就是 全世界的人流物流開始受到戰爭形態的影響 例如美國封了除了亞洲,主要是封中國 另外歐洲,包括英國、愛爾蘭也是封了 歐洲是一體的,有馬乘條約 所以基本上一封歐洲,整個歐洲沒有辦法避免 澳洲都封了,澳洲封什麼呢? 澳洲封所有人入境都要有14天的隔離 除非你能夠證實你的健康 正常人都不會有這個證明 除非你是正要,健康部門要開會等等 那些可能可以叫面 否則應該都去不了澳洲 買機票那些,死了心,退票 記住,香港已經是對英國、愛爾蘭、歐洲 發出了紅色的旅遊警示了 這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買了旅遊保險的話 這些地方日後變成黑色旅遊警示的話 有關的黑色旅遊警示的利益 保障範圍,包括退票等等 有可能報應不了 原來這個新冠肺炎,COVID-19 驗一次都挺貴的 有個議員在網上大聲疾呼 不過減是他才知道的 因為原來美國疾痛中心的頭 衛生部長自己都不知道要多少錢 驗一次就只是進去醫院 驗甲型、月形流減 A、B 營,再加上COVID-19 這個驗法 原來就要1,300多美金 整匹港幣 對於一般的平民大眾來講 最有機會感染到 或者最擔心自己感染到的 是負擔不給的 他在國會那裡 批評部長 部長說,好,好,好,我現在給了 不用錢 因此現在就厲害了 美國就變成好像韓國那樣 大規模排查 任何人可以網上預約 然後去到有關的定點 2萬多定點 停車場 停在馬克 古牧 拉ами 枪 教授走 有泰空員走過來 照相機 照相機 跟著你 再 consult 這樣可以檢查 一天之內就有結果 你不用跟其他人一起排隊 他在自己的車內 有什麼事在車內搞定 與此同時,其實講到這麼高成本的測試 在西方國家是需要自己負責的 究竟是誰負責呢? 是政府負責還是保險公司負責呢? 保險公司包不包呢? 美國當然保險公司是你買了就包包 但美國買到保險本身已經有些水 美國的保險比香港是貴的 十倍、八倍都有的 如果沒有保險,要自己負責銀河包 剛才說起碼不用住醫院 不用隔離一、兩個星期 都需要一千多元美金 再隔離可能要多三、四千元 大部分美國人都負責不起 對疫情的確散是沒有辦法幫到手的 怎樣打劫保險公司呢? 例如香港,陳肇始就說 自願醫保,假使你買了 你放心吧,一定會賠貸的 你要排查等等那些 自願醫保就能幫到手了 但怎樣幫呢? 因為自願醫保只可以在私家醫院裏做的 如果是說法例規定的傳染病 是要在政府的醫院裏做的 自願醫保是不陪政府醫院的地方 但我不知他怎樣可以幫到手 自願醫保 為大家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各國現在有不同的策略 對抗新型冠狀的肺炎 歐洲有些人就亂了 我覺得Boris Johnson 建議大家不如一起惹病 他不知他看得喪屍變多 大家一起惹病就沒事了 大家普團一起惹病 七成惹病就好了 不會再廚播下去了 等於在海嘯的時候 大家一起惹病泳富就沒事了 惹病泳富就看誰淹死了 淹死了就淹死了 淹不死的話大家慶祝吧 這不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做法 而且也沒有科學根據 所謂有科學根據就是 他自己的首席科學家 首席科學主任 這樣跟他說 他立刻覺得適合用 但接著有200個英國科學家 聯署說這件事信不過 很危險 會令到整個國家陷入一個困境 因為英國是一個賭國 如果他要做的話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但現在決定了不做 早前我們就研究了 這個RNOG 即是傳播系數 傳播系數 小弟也和大家介紹過一篇文章 就是未發表的一篇 一篇文章是一班中國的醫生 包括解放軍 包括兩個香港城市大學 科學的研究 他們計算出來的RNOG 是四點多的 四點多的 基本上 過多十個星期左右 全球70億人都會大感染 並沒有辦法去制止 這個全球大流行 看來現在都遲 十個星期 當時計算 大概去到復活節 大家看看復活節時 生日死了 真的 但是這班學者同時間 也都提出 現在他們計算的RNOG 是有兩個很重要的 打字的 第一是傳染的日數是七天 即是說一個有病的人 在社會上行來行去七天 才發病入醫院 或者死了 這七天 就可以碰到多少人 全部都有機會被他感染到 七天 這是第一個係數 因為RNOG 本身 是跟他傳染的日數很有關係 如果他仍然維持著七天 這麼高的水平 RNOG不會跌 可能還會升 所以到最終是否釀成 大流行 是很關鍵的 就是說那班有病的人 會留在社區裡多少人 因此他們計算了一個 Critical Value 他們計算了一個臨界的數目 就是2.3天 即是說一個病人 或者不知道自己染病的人 如果他在社區逗留少於2.3天 就算他惹其他人也好 就算RNOG沒有改變 是4 這麼高也好 他能夠感染到的人數 都不足以令到大流行 記住2.3天 要減少這個有病的人 或者不知道自己有病 仍然在社區活動的人 要避免這班人 在社區活動超過2.3天 我們可以根據各國不同的 以及自己的政策 即是自己公司 或者自己家人的政策 能不能夠做到這件事 幫忙幫忙 例如韓國全國排查 用最簡單最快的方法 起碼排查一次 起碼知道有誰有可能有病 這件事是絕對幫到手的 你知道哪些人有可能有病 才能有隔離他 才能夠避免他在第三天 避續感染人 即是一第二天已經知道了 原來有機會 可能到最終都沒有 但是你排查出來之後 避免他在社區停留第三天 第二就是測一下體溫 體溫是很重要的 因為是最容易測的 全世界都在做的 不過似乎去到第四五天 才開始在體溫上有改變 所以這個方法未必能幫到 他有病或者懷疑有病的人 在第三天前要回家 或者入醫院 第三次是全面封關 這些東西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例如台灣做到 因為台灣本身是個島 俄羅斯做到 俄羅斯不是島 但俄羅斯正在早期發現 而且邊境不是你說去去的 它容易封關 北韓也是封關 這幫國家你可以看到 旁邊的圖 其實這個圖是指示出 在某一個地方 發現了第一百個 新冠狀的病毒 肺炎個案之後的發展 按日發展 你看到有些是飛升 沒有辦法控制到的 最標準的就是韓國和中國 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 是指數地上升的 其他有開始嘗試 有些影響它的國家 都有些不同的反應 意大利是很符合 每天增長33%的預期線 伊朗更加嚴重 伊朗我懷疑它沒有驗 驗得多可能更大劑 緊隨其後的一堆國家 都是西歐和北歐國家 西歐和北歐國家 基本上都是採取一個放任政策 或者一個不嚴謹的方法 剛才所說的所有策略都沒有做到 緊隨這條33%的每天的增長 在香港的預測線裏面 這是曲線 因為你看到左邊的幅度 其實是一個對數 中間你見到 其實做得比較好一點的 韓國第一 韓國不是有什麼特別聰明 而是它排查得比較快 知道誰有病 盡快減少這班人 在社區第三天的傳播 日本就大劑了 日本因為大家都蒙茶茶 但是勝在好 他們本身的衛生的健康水平 就是衛生的要求都很高 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後 都開始減慢下來了 對自己的要求是好一點的 新加坡我懷疑跟天氣有關的 天氣熱對傳播也比較好一點 沒那麼容易傳播到 香港的情況都不錯的 你見到是比新加坡更加好的 在領了第一百夜之後 其實現在是第十幾天 計算了第十幾天之後 現在都是一百 鬆一點 一百四十幾 不是太多 可以接受 今天就多了幾宗 據稱是外地輸入 這些數字將會越來越多 因為很多家長都在外地的子女 讀書、做事都叫他們盡快回來 特別是英國那些 就是人家保護自己 你笑別人 然後說別人沒有膽 之類 這些是最無謂的 等於一些不安全的性行為 那就是野外之 這些是很原始的動物才會做的事 香港一直都關閉的學校 還有沒有演唱會的 但不要緊 因為只要有條命 第一樣有得玩的 生意都是 還有一個是有關戰時經濟學 因為戰時經濟學本身 在打仗的時候 所有的數據都要重新去想 究竟是否合用 特別是GDP GDP在戰時的GDP 基本上是不應該跟其他時間 是打橫比較的 因為戰時GDP是沒有意思的 只要做一個炸彈出來 就用來扔爛東西而已 就是跟你做十個鎚頭出來 對你的生活是沒有好處的 跟你做個洗衣機一樣 用那麼多貼 做十個鎚頭給你 你又說要哪一樣東西 可能是戰時需要這些武器 拿出平時民間的經濟資源 去做一些物資 但不代表那個所謂生產 工業生產數據 那個GDP 是對民生有好處的 所以戰時的GDP 不應該跟平時比較 我們可以忘記這段時間的GDP 今天不說那麼多了 因為上個星期 黑生星期五 我打算躲在家裡 用棉胎蓋著頭 沒事 但後來發覺 星期一起床又減息 真是 哎 是福不是禍 是禍是擋不過的 我們都是有空做個麵包 做一下蛋糕 自己吃 因為外出買東西吃 原來都有些風險 今天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保重 再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影片給大家看 多謝 再見